瑞士銀行發布報告 估算由去年9月至2017年 樓價跌幅會達30% 樓價去年至今已錄得13%的跌幅 該行分析師認為 由於香港經濟仍差 在供應持續增加下 預料未來兩年樓價仍有20%至25%的跌幅 我覺得跌了13%有機會說可能stabilize一陣 但不代表已經殘了底了 另外近期大陸推出多項措施打壓深圳上海樓市 該行認為 由於內地一二線城市和三線城市 樓市升跌同步 相信不會太重手打壓一線城市 現在政府的政策 當然它是一線城市 它要壓制投機的行為 譬如包括那些手扶貸 包括一些炒作的行為 它們是會壓制 也都將關鍵成數提高的各邊城市 因為始終看回77%的庫存在三線城市 其實整體在全國來看 政策都是會偏偏寬鬆的 瑞銀預期今年大陸一線城市樓價 將按年升半成至一成 二三線城市樓價將持平或微升半成 記者梁珍 香港報導